书名,不要爱世界,做行战,卷一,做行战,尼拓生,隐言,基督徒的生活若要讨神喜悦,就必须在凡事上向他调整得正确。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常过于注重将这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行为,或为他工作的某些细节上,以致我们常不知道需要调整到什么程度,有时甚或不知道该从那一点开始。 但神从始至终都是用他儿子的完全来衡量每件事。 圣经清楚断言,神所喜悦的乃是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福一十到十一。 我恳切地祷告,但愿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的眼睛能重新被开启,看见唯有把我们所着重的完全放在那里,我们才能盼望领悟神对我们的定制,就是叫他的荣耀的著称赞。 十二。 我们要以保罗给以辅索人的书信,为我们思想的背景。 像使徒的许多书信一样,这封书信很自然地分为两段,就是道理的一段和实行的一段。 道理的一段,一至三章,主要论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完成之救赎的伟大事实。 然后实行的一段,四至六章,接着从基督徒行为和热心的角度,向我们提出神在那救赎的光中对我们的要求。 这两半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会看见所着重的各有不同。 再者,这封书信的后半,更显然是实行的一半,照着它的主题,又可简单地再分为四章一节至六章九节的大段,和六章十节至末了的小段。 前段说到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后段说到我们与魔鬼的征战。 这样,以福所书共有三段,臣民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一一到三二十一,在世上的生活,四一到六九,以及对仇敌的态度,六十到二十四。 我们可以摘要如下,以福所书,以道理的,一至三章,以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一一到三二十一,二十行的,四至六章,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四一到六九,三我们对仇敌的态度,六十到二十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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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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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被照明,福一十八,领会在这双众的事实里为我们所包含的一切,就是神首先借着大能叫他做,然后借着恩典叫我们与他一同做,我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乃是,工作起先根本不是我们的,乃是他的。 不是我们为神做工,乃是他为我们做工。神给我们安息的地位。他把他儿子完成的工作带来,向我们臣名,然后他对我们说,请做,他所给我们的,我想不能比邀请人复大研习的话表达得更好,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路十四时期。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开始于发现神所功倍的,他所完成之工作的范围,从这点起,基督徒经历的往前,就和开始时一样,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总是基于另一位所已经完成的工作。 每一个新的属灵经历,都开始于借着信接受神所做成的,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做下,这是生命的原则,是神自己所定的原则,从始至终,基督徒生活每一个接续的阶段,都是遵照神所定的同样原则。 我如何能为这侍奉领受那灵的能力?我必须为此劳苦吗?我必须为此向神恳求吗?我必须尽时,否认己,及此刻苦己魂,来得着吗?绝不,那不是圣经的教训。 请再想一想,我们如何得蒙赦罪?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并且这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福一六到七,我们没有做什么以配得赦免。我们借着他的血,就是基于他所做成的,得蒙救赎,那么,神浇灌纳灵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主耶稣的高举,图二三十三。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就得着赦免,因为他被高举到宝座上,我就得着从高处来的能力。 这两个恩赐,同样都不是依赖我所事或我所做的。我不配得赦免,我也不配得纳灵的恩赐。 我得着一切,不是借着行,乃是借着坐下,不是借著坐,乃是借着安息在主里面。 因此,我们怎样不需要等候,就能得着救恩起初的经历,照样也不需要等候,就能得着纳灵的浇灌。 让我向你保证,你不需要为着这恩赐向神恳求,不需要挣扎努力,也不需要举行等候聚会,那灵的浇灌是你的,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乃是因着基督的高举,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与罪得赦免一样,都是包含在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里。 一十三。再想想另一个题目,也就是以福所书特别的主题。 我们如何能成为基督的肢体?什么使我们适合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保罗所说他的丰满的各部分。 当然我们绝不是借着行到达那里。我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与他联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照,同有一个指望,四四。 以福所书是把事实陈名。他开始于耶稣基督,以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的事实。 一四。当圣灵给我们看见基督,我们也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这一面不需要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就立刻开始了与他连结的生命。 但这一切是,若单借着信就成为我们的,那么如今非常紧急且实际的事,就是我们的成圣又如何? 我们如何能知道,如今已从罪的权下的拯救? 多年随着我们并搅扰我们的救人,是如何定十字架并除去的? 秘诀也不在于行,乃在于做,不在于做,乃在于安息在已做成的事上,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受尽归入他的死,我们和他一同埋葬,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罗六二,三,四,福二五。 这一切叙述具在原文都是过去事,为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约在二千年前被定在耶路撒冷城外,我也与他同丁。 这是伟大的历史事实。 借此,他的经历如今成了我的属灵历史,神能说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得着一切。 如今我所得着的一切,乃是与基督一同得着的。 我们从未发现圣经里说到这些事是在将来,甚至也不是现在所渴望的。 这些是基督的历史事实,我们所有相信的人,都已经进入其中,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活过来,复活,坐在天上。 这些观念对人的心思,与约翰三章三节里耶稣对尼哥迪姆所说的话同样费解。 那里是如何得重生的问题? 这里是更不可能的是这不仅像重生一样要在我们身上生肖。 更是因着他很久以前已经在另一位身上生肖,所以也要被看见并接受为我们的。 这样的事如何可能? 我们无法解释。 我们必须从神接受,那是他所做成的事。 我们不是与基督同生,我们乃是与他同定十字架,加二二十。 所以我们与他的连结开始与他的死。 神在那个死里将我们包括在他里面。 我们与他一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但我如何能确知我在基督里? 我能确知,因为圣经确定的这样说,并且说是神将我放在那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临前一三十,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的,就是神,临后一二十一。 这是他在他主宰的智慧里所成就的事,要给我们看见,相信,接受,并在其中喜乐。 我若将一张钞票加在杂志里,然后烧掉杂志,那张钞票在那里。 它和杂志同样成为灰烬。 一个去那里,另一个也去那里。 二者的历史已成为一。 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也是如此。 他所遭遇的,我们也遭遇。 他所经历的,我们在他里面也经历了,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最深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六六。 这不是劝勉人要挣扎。 这是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出生以前,已经在基督里写下了。 你相信这是吗? 这是真的。 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荣耀的历史事实。 我们从罪得拯救,不是基于我们所能做的,甚至也不是基于神所要为我们做的,乃是基于他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的。 当这事实向我们显明,而我们回头以赖这事实时,罗六十一,我们就找着了圣别生活的秘诀。 但实际上,我们在经历上对这事知道的太少了。 请看一个例子。 若有人当面无情地批评你,你如何应付这局面? 你紧闭嘴唇,咬紧牙关,勉强吞下,竭力控制自己,你若以极大的努力,压制一切愤怒的迹象,并且适度有理地回应对方,你就觉得你赢得了极大的胜利。 但怒气仍在,不过是遮盖起来而已。 有时你甚至无法成功地遮盖怒气。 难处在那里。 难处是你在坐下之前,就想要行,那样做必定失败。 让我再说,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开始于行,而总是开始于确定地坐下。 从最得拯救的秘诀,不是要做什么,乃是倚靠神所做成的,一位住在西方某大城市的工程师,离开家乡,来到远东。 他离开两三年,当他不在时,他的妻子对他不争,随着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出走了。 他回家时,发现他失去了妻子,两个孩子,和他最好的朋友。 一次聚会我讲完道,这个极其忧伤的人来向我吐露影中。 他说,整整两年,我的新日夜满了恨,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我该赦免我的妻子和朋友,但我虽然一再试着要赦免他们,却是赦免不来。 我每天都定义要爱他们,但每天都失败了。 对此我能做什么?我回答说,什么也不要做,他吃惊地问,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继续恨他们吗? 于是我解释说,你问题的解答在这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担去了你的罪,他也担去了你。 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你的救人在他里面已经定了十字架,所以那不赦免人的你,就是不能爱亏负你者的那个你,在他的死里已被除去了。 神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整个局面,没有留下什么给你对付。 只要对他说,主,我不能爱人,我放弃尝试,但我信赖你完全地爱。 我不能赦免,但我信靠你替我赦免,并且从今以后在我里面这样做,这人坐在那里惊奇地说,这是全新的,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过了一会,他又加上,但我能做什么? 我说,神在等候,直到你停止你所做的。你停止做,神就要开始。你是过抢救溺水的人吗?难处是他的惧怕使他不能信靠你。这时,要救他只有两个方法。 或者你必须把他击婚,使他失去知觉,然后把他拖到岸上,或者你必须让他挣扎喊叫,直到他的力气用尽,你才去救他。 若是他还有力气,你想要救他,他会在恐惧中紧抓住你,把你拖下去,他和你就都要溺死。 神在等候你住存的力量完全耗尽,然后他才能救你。一旦你停止挣扎,他就要做一切。神在等候你绝望,我的工程师朋友跳起来。 他说,弟兄,我看见了。赞美神,现在我没有问题了。我没有什么要做的。他做成了一切,他就面带荣光。 欢欢喜喜地走了。神是赐予者,我想,在福音书所有的比喻中,浪子的比喻是最好的例证,给我们看见讨神喜悦之路。 父亲说,我们礼当欢喜快乐。路15 32,耶稣在这些话里启示,在救赎的范围里,最使他父的心喜乐的是什么? 不是为父亲不断劳苦的哥哥,乃是让父亲为他做一切的弟弟,不是一直要做给予者的哥哥,乃是一直愿做接受者的弟弟。 浪子在放荡的生活中耗尽了他的资财,他回家时,父亲并没有一句责备他浪费的话,也没有一句问道资财的话。 他不为儿子所花费的一切忧伤,他只为儿子回来给他机会花费更多而喜乐,神很富有,他最高的喜悦就是赐予。 他的宝库如此丰满,以致我们若不给他机会,将那些宝贝花费在我们身上,这对他乃是痛苦。 父亲发现袍子,戒指,鞋,和颜席能用在浪子身上,他就喜乐,他发现这些无法用在大儿子身上,他就忧伤。 我们想要给神什么,乃是伤神的心? 他极其丰富,我们只要一再地让他赐予,赐予,赐予,那就是给他真实的喜乐。 我们想要为他做事,就是叫他忧伤,因他极其有能。 他渴望我们只要让他做,做,做。 他要永远做赐予者,也要永远做工作者。 只要我们看见他是何等丰富,何等伟大,我们就会让他赐予一切,让他成一切。 你以为你若不再想讨神喜悦,你的好行为就会停止吗? 你以为你若将一切的赐予和一切的工作都让给神? 结果会不如你也做一些吗? 我们想要自己做,就是将自己再带回律法之下。 但律法的行为,甚至我们最好的努力,也是死刑,是无效的,因此对神乃是可增的。 在那个比喻里,两个儿子都同样远离父家的喜乐。 不错,大儿子不在远方,但他只是理论上在家里,我服侍你这多年,并没有,路15 29。 他的心没有寻得安息。 当他仍固守自己的善行时,他理论上的地位,就不能像浪子那样,成为他的享受。 只要你停止给,你就要证明神是何等的赐予者。 停止做,你就要发现他是何等的工作者。 小儿子完全错了,但他回家并寻得安息那是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地方,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福二四,六,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第二章行,我们已经清楚表明,基督徒的经历不是开始于行,乃是开始于做。 每次我们将神圣的次序颠倒,结果就是失败。 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如今我们的需要就是确信的安息在他里面。 他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在他的力量中被带领过去。 所有真实属灵的经历都开始于安息,我们强调这事,是不会太过的。 但事情不是结束于那里。 虽然基督徒的生命开始于做,但做总是有行跟随在后。 一旦我们妥当地,真正地就坐,并因坐下得着了力量,那么我们事实上就开始行。 做描述我们与基督在天上的地位。 行事属天地位在地上这里实际地显出功效。 我们既是属天的人,就必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地上的行为中,带有属天的印记,这就产生新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问,以辅所书关于行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 我们会发现,这书信劝我们两件事。 我们现在要看其中的第一件,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照,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衬,凡是谦虚,温柔,四一到二。 所以我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新行事,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四十七,二十三,也要凭爱新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设了自己。 五二,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总要查验和为主所喜悦的是,五八下,十,行自在以福所书用了八次,原文的意思是到处行走,保罗在这里乃是用寓意的方式来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 这次立刻将基督徒行为的主题带到我们面前,这书信的第二段主要就是说到这点。 但我们先前看过,基督的身体,基督信徒的交通,是以福所书另一个重大的主题。 如今,在四章这里,圣别的行事乃是为着这样的交通。 保罗在我们属天呼召的光中往前,论到我们各面的关系,包括家庭的一面和公众的一面,说到邻舍,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主人与仆人。 都是极其实际的。 我们要清楚,基督的身体不是遥远,不真实的东西,不只是一种属天的发表。 它是非常现实,可行的,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上,对我们的行为是真正的试验。 的确,我们是属天的人,但只谈到遥远的天是没有用的。 除非我们将属天的情形带进我们的居所和办公室,我们的商店和厨房,并在那里实行,不然就是毫无意义的。 亲爱的朋友,我提议那些做父母和做儿女的,好好查考新约,看做父母的该如何,做儿女的该如何。 我们也许惊讶,因我恐怕我们许多说自己在基督里坐在天上的人,在家里的行事为人却很有问题。 丈夫和妻子也是如此,有好些经文说到他们。 请读以福所五章,然后转到临前七章。 每位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最好都仔细读一读临前七章,看看真正的婚姻生活在神面前属灵的生活,不只是理论的有什么要求,这会很有益处。 你怎能将这样实际的一件事理论化。 现在请看,关于基督徒各面的关系,神在这一段摆在我们面前的命令,是何等直截了当? 忍耐互相宽容,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再偷,一切苦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彼此顺服,不要惹气,要听从,不要威吓。 四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五二十一,六四,五,六,没有什么比这一列的命令更实际了。 让我提醒你,主耶稣自己就是在这点上开始他的教训。 请仔细留意他在山上教训中这段话是怎么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海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武38到48,你说,但我做不到。 这些是不可能的要求,也许,像我在前一章所说的工程师朋友一样,你觉得你受了亏负可能是厉害的亏负你无法使自己赦免人。 你是对的,而你仇敌的行动完全不易。 要爱他,也许是理想,却是不可能的。 负的完全,从亚当吃了知识树的果子那天起,人就忙于断定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 天然的人定出自己对与错,意与不意的标准,并且努力凭这些而活。 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同,但我们是怎样不同呢? 从我们悔改得救起,一种新的公义感就在我们里面发展,结果我们也相当正确地忙于善与恶的问题。 但我们是否领悟,对我们而言,出发点是不同的呢? 基督对我们是生命术。 我们不是开始于道德的对与错。 我们不是开始于另一棵树。 我们乃是开始于它,我们所有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 没有一件事比我们自己想要对,并要求别人对,更损害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了。 我们充满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我们自问,我们所受到的对待是公平或不公平的。 我们这样思想,以表白我们的行动。 但那不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所有的问题,乃是被十字架的问题。 你坚我,某人打我的脸是对的吗? 我回答说,当然不对,但问题是,你只要对吗? 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准,绝不能是对或错,乃是十字架。 十字架的原则就是我们行为的原则。 赞美神,神教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对或而言,这是他施恩典的问题,不是对或错的问题。 但这也要成为我们的标准,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福四三十二,对或错乃是外邦人和税吏的原则。 我的生活要受十字架和付的完全的原则管制,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在中国南方,一位弟兄在山腰间有块稻田。 在干旱的时候,他用脚踏的水车。 从灌溉的水镇将水踏到他的田里。 他的邻居有两块田在他的下面,一天晚上,在田边挖了一个裂口,排去了他所有的水。 那位弟兄补好裂口,打进更多的水,他的邻居还是做同样的事,这样重复了三四次。 所以他和弟兄们商量。 他说,我曾试着忍耐,不要报复,但这对吗? 他们一同为这事祷告以后,其中一人回答说,我们若只想要做对的事,我们必是非常可怜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不止做对的事,那位弟兄非常受感动。 次日早晨,他为下面的两块田打满了水,下午再为自己的田打水。 然后水就留在他的田里。 他的邻居很惊讶他的行动,就开始询问其原因,过了一段时间也成了基督徒。 所以,我的弟兄们,不要站在你的队上。 不要觉得因为你走了第二里路,你就行了义。 第二里路只是第三,第四里路的象征。 原则是魔城基督。 我们没有什么可袒护的,没有什么可要求或命令的。 我们只有给出去。 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护卫我们的权力而死,乃是恩典把他带到那里。 如今,我们是他的儿女,总是尽力将别人所当得的给他们,并且要多给他们。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常常是不对的。 我们失败,但我们从失败中有所学习,总是好的,我们要学习承认失败,并愿意行超过所必须行的事。 主所要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太五四十五。 问题是实际的儿子名分。 的确,神已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福一五,但我们若以为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是成熟的儿子,我们就错了。 山上的教训教导我们,儿女达到儿子的责任有多少,乃在于他们与父表显共同的灵与态度有多少。 我们蒙照,是要在爱里完全,把他的恩典表明出来。 所以保罗也写着,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形式,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设了自己,五一到二,我们面临挑战。 马太五章所立的标准,我们也许觉得高不可攀,而保罗在以福所书这段也赞同这标准。 难处是,我们在自己里面凭天然找不着方法达到那标准形式为人要和圣徒的体统,福五三。 那么,对于神严厉的要求,答案在那里。 用保罗的话说,秘诀乃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三二十。 在一段平行的章节里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一二十九。 我们再回到以福所书第一段,基督徒生活的秘密能力是什么? 从那里得着能力。 让我用一句话给你答案,基督徒的秘诀就是他在基督里的安息。 他的能力源自神所赐的地位。 所有做的人都能行,因为在神的思想中,后者自然随着前者。 我们永远与基督同做,使我们能一直行在人前。 我们一旦放弃在他里面安息的地位,我们就立刻跌倒,我们在世上的见证也就毁损。 但我们只要住在基督里,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保证我们有能力,在这里行事为人配得过他。 你若想要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前进,首先不要想到赛跑中的跑者,乃要想到坐在车上的人,或者更好是坐在机动残障车里的瘸子。 他做什么? 他行但他也坐。 他继续地行,因为他一直坐着。 他的前进乃是随着他被安置在其中的地位。 当然,这绝不是基督徒生活完全的图画,但这可用以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和举止,基本上是有赖于我们在基督里内里的安息,这说明了保罗在这里的话。 他首先学会了坐。 他来到在神里面安息之处。 结果,他的行不是基于他的努力,乃是基于神大能内里的工作。 那是他得利的秘诀。 保罗看见自己坐在基督里,所以他在人前行事为人的特性,溯源于住在他里面的基督。 难怪他为以福所人祷告,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三十七,我的手表如何走? 先动,还是先被动? 当然他走是因为先受到外面能力的推动。 唯有如此,他才会做所指定的功。 我们也有指定的功,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二十。 使徒保罗写信给肥利比人。 就当恐惧战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励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二十二到十三。 神在做进来,你要做出去。 这就是秘诀。 但除非我们愿意让神做进来,我们想要做出去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常常想要柔和,温顺,而不知道让神降基督的柔和,温顺做到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要显出爱,发觉我们没有,就同主求爱。 然后我们稀奇,神似乎没有把爱给我们,让我再举前面的例证。 可能有某位弟兄,你发觉非常为难,你与他时常陷入难处。 每当你遇见他,他所说所做的,总要引起你的愤怒。 这使你困扰。 你说,我是基督徒,应当爱他。 我要爱他,我的确定意要爱他,所以你非常恳切地祷告,主,加添我对他的爱。 神啊,给我爱,然后,你坚决控制自己,并鼓起所有的意志力,开始以真实的愿望,要向他展现你所祈求的爱。 但是哎呀,你来到他面前,有件事情发生,使你所有的好意都归于无有。 他对你的反应一点不是鼓励,反倒相反,你的旧怒立刻点燃,你至多只能再次以礼貌对他。 这是为什么? 你向神寻求爱当然没有错,但你错在把爱当作一样东西,一件用品寻求,而神所渴望的,乃是借着你彰显他儿子的爱, 神已将基督赐给了我们。 如今在他之外,没有什么给我们接受的。 圣灵已受差遣,将属基督的产生在我们里面,不是产生与他分开或在他之外的任何东西,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明白基督的爱。 我们外面所表明的,乃是神已先放在我们里面的。 请再回想临前一章三十节这一句重大的话。 神不仅将我们放在基督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圣经中一个最重要的叙述。 他成为我们的,我们若相信这事,就能将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放在这句话里,并且能知道神已将它做好,因为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耶稣自己就成为我们所缺少的。 我们已习惯将圣洁视为美德,将谦卑视为恩典,将爱视为从神求来的恩赐。 但神的基督自己,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许多时候,我有需要,但我以为基督是另一个人为,而没有这样实际地将它视为我深感缺少的事物。 整整两年之久,我在这种黑暗中摸索,想要收集我觉得该组成基督徒生活的美德,却徒劳无益。 然后有一天那是在1933年光从天上临到我,我看见神所命定的基督,在祂的丰满里成为我的一切。 何等的不同? 我,事物都是虚空。 我们在与基督的关系之外所抓住的,都是死的。 一旦我们看见这点,那对我们将是新生活的开始。 我们的圣洁此后将是有位格的圣洁,我们的爱将是有位格的爱。 祂自己在我们里面,启示为对神一切要求的答案。 现在再到那位南半的弟兄那里去,但这次你去以前,要这样向神说,主,我终于清楚,我在自己里面一点也不能爱他,但我现在知道,我里面有一个生命,就是你儿子的生命,这生命的律就是爱。 这生命不能不爱他,你无需自己努力,只要安息在他里面,依赖他的生命。 这样,你可以放胆去见那位弟兄,并对他说话惊人的事就在这里。 完全不知不觉的,我要强调不知不觉这词,因为知觉以后缠来,你竟然极其愉快地对他说话,你不知不觉地爱他,你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你的弟兄。 你自由地,且在真实的交通里与他谈话,你回去时自己惊奇地说,怎么,我刚才一点也不紧张,而我一点也没有动怒。 主无法解释地与我同在,并且他的爱得胜了,他的生命运行在我们里面,的确是自然的,那就是说,没有我们的努力。 最重要的法则不是要是,乃是要信,不是要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要倚靠他的力量。 因为生命的水流,显明我们在基督里真实的琐事。 唯有从生命的泉源,才发出甜水来。 我们太多人是做基督徒。 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生活,大部分是假装的。 他们过属灵的生活,说属灵的话,才属灵的态度,但他们是自己在做这一切的事。 这里所包含的努力,该向他们显示有些地方错了。 他们强迫自己不做这个。 不说那个,不欺骗别人,他们发觉这一切是何等困难。 这就像我们中国人试着说外国话一样。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总是不自然,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那样说。 但我们说本国话时,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甚至我们忘了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仍然能说。 这话涌流出来,是完全自然的,这种自然就像每个人显示我们的琐事。 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借着内住的圣灵亲自传达到我们里面,并且这生命的律是自然的。 我们看见这事实的那一刻,就要结束挣扎,抛弃装甲。 没有什么比做作更伤害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什么比停下外面的努力,使我们的态度成为自然的更蒙福。 那使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都成为里面生命自然,非强迫的彰显。 我们发现了主多美善吗? 那么他在我们里面就是那样美善。 他的能力浩大吗? 那么这能力在我们里面也一点不差。 赞美神,他的生命和从前一样是大能的,在那些敢于相信神话语者的生活中,神圣的生命要显明在大能中,丝毫不亚于古时所显明的。 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泰伍二十,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前面看过,他接着如何重复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借此在摩西律法的要求,和他自己极大的要求之间做一对比。 但既然在已过许多世纪中,人寻求达到第一个标准,都已经失败了,主怎么还敢提出更高的标准? 他能这样做,只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生命。 他不害怕对自己做最严格的要求。 的确我们可以安示的读马太五至七章所沉明国度的律法,因为这些律法表明主如何完全确信他自己的生命对他的儿女是有效的。 这三章沉明神圣生命的神圣责任。 他对我们要求之高,不过表明他何等相信他放在我们里面的资源,完全足以应付这些要求。 神不曾吩咐他所不会做的事,但我们必须投靠他,让他做出来。 我们遭遇某种艰难的情形吗?那是对或错,善或恶的问题吗? 我们无需寻找智慧。我们不再需要应用知识术。 我们有基督,他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 那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不断把他的对错标准传达给我们,同时也把我们应付这艰难的情形,灵里该有的态度传达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事发生,要伤害我们基督徒役的感觉,并试验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们需要学习十字架的原则。 如今我们的标准不是旧人,乃是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福寺二十二到二十四,主,我没有权力抗辩。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你的恩典,一切都在于你,我认识一位年长的日本女基督徒,她被闯入屋内的贼所骚扰。 她凭着对主简单却实际的信心,给这人做了一顿饭,然后将他的钥匙给他。 她因他的行动而羞愧。 神就对他说话。 借着他的见证,那人今天成了在基督里的弟兄。 太多基督徒有一切的道理,却过着与这一切道理相反的生活。 他们知道关于以弗所一至三章的一切,但他们没有将四至六章付诸实行。 与其这样矛盾,不如没有道理。 神吩咐了某件事吗? 那么你就要投靠神,让他使你能行他所吩咐的。 愿主教导我们,使我们看见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就是要我们超过仅仅是对的,而行他所喜悦的事。 爱惜光阴,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行事这个主题,除了上面所说的,还要加上进一步的话,行字除了已经说明的以外,还有进一步的意义。 行首先只行为或举止,但也含有进展的观念,行就是前进,继续往前,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简单地看我们如何朝目标前进。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向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服务十五到十七。 你会注意到以上的经文,将时间的观念,连于智慧和愚昧的不同,行事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这是重要的。 我现在要提到两处别的经节,也是同样的将这些事相提并论,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鱼桌的,五个是聪明的。 鱼桌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游,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鱼桌的说,我们的灯要灭了,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童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太二五一到十三,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西安山,童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起十四一到五。 有许多圣经章节向我们保证,神所开始的,他必完成。 我们的救主是拯救到底的救主。 没有一个基督徒最终是半得救的,即使现今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那样说。 神要使每一个信他的人得以完全。 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作为我们以下要说之事的背景。 我们与保罗一样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肥一六。 神的能力没有限量。 他能叫你们无暇无次站在他荣耀之前,由二十四,参题后一十二,扶三二十。 然而,当我们转到这事的主观方面就是现今在地上,在我们生活中实际的显出功效我们就遇到时间的问题。 启示录十四章有初熟的果子,四,也有庄稼,十五。 庄稼和初熟的果子之间有什么不同? 这当然不是品质的问题,因为都是一种农作物。 它们的不同只在于成熟的时间有先后。 有些果子比别的果子先达到成熟,因而成为初熟的果子,我在福建省的家乡以橘子闻名。 我要说,无疑我有偏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那样的橘子。 在橘子季节开始的时候,你看山上所有的果树都是青绿的。 但你若更仔细地看,就会看见树丛中开始出现星星点点金色的橘子。 这些金色的点子散布在深绿色的果树中间,是一幅美丽的景致。 后来所有的果子都要成熟,果树就要变成金色,但如今先采收的是这些初熟的果子。 人把这些小心地摘下来,可卖得最高的市价尝试收成价格的三倍。 所有的果子迟早都会达到成熟。 但羔羊在寻找初熟的果子。 在比喻中聪明的不是那些做得更好的人,乃是那些较早做好的人。 要留意,别人也是童女无疑是鱼拙的但不是假的。 他们与聪明的童女一起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也有油在灯里,并且他们的灯是点着的。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会迟延,如今他们的灯要灭了,他们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别人也没有足够的油分给他们。 有些人因着主对于桌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感到困扰。 他们觉得,这些童女若代表他真正的儿女,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灵后十一二,他怎么能这样说到他们。 但我们必须认识这比喻之教训的重点,必然是执主的儿女将来有某种侍奉他的特权,但他们可能因着没有预备好而失去这特权。 圣经说,那五个来到门口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这是什么门? 当然不是救恩的门。 你若是失丧的,就无法到天门来口门。 所以当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他必是限于某种意义,我们可以用以下的例子来说明。 在上海一位违警法庭法官的儿子,因着不小心驾驶被逮捕。 他被带到法庭,看见他的父亲坐在推示席上。 法庭审讯程序在世界各地大致是相同的,男孩被询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住在那里?你做什么职业?等等。 他很惊讶,转向他的父亲说,父亲,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认识我吗?这位父亲重重地敲着桌子,严厉地回答说,青年人,我不认识你。 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那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一点也不认识他。 在家里父亲认识他,但在那地方,那时候,他不认识他。 这男孩虽然仍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必须经过法院的程序,并缴付罚金,是的,十个童女都有犹在灯里。 不同的是,鱼捉得没有预备犹在弃民里。 他们是真基督徒,在基督里有生命,在人面前有见证。 但他们的见证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如同无格朽之粮。 他们有圣灵,但我们可以说,他们不是被圣灵充满,紧要关头来到,他们就必须出去买更多的油。 当然,最终十个人都有了够多的油。 但不同的是,聪明的即使有足够的油,而鱼捉得最后虽然的确也有足够的油。 却失去了预备油的目的。 这全是时间的问题,这也是主在比喻没了索要归结的点,就是劝门徒不要只做门徒,乃要做警醒的门徒,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服务十八。 在马太二十五章,不是起初接受耶稣基督的问题,也不是圣灵降在他仆人身上,使他们得着属灵恩赐的问题,乃是器皿里额外的油的问题。 这就是说,无论等候的时间多长,我们能否借着里面那灵不断奇妙的供应,使光得以维持,在比喻里有灯,也有器皿,但实际上我们是灯,也是器皿。 有那一个基督徒不认识这内里的丰满,而能活在天上的永世里,必然没有一个童女能免除这个。 所以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待我们现今就认识那丰满,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十三,要被充满,是这里关于圣灵所用不寻常的发表,要让你们自己不断被充满, 这不是过一个关,如在五旬节那样,乃是我们一直要有的情形。 这不是外面的事,乃是里面的,不是在于属灵的恩赐和外面的表显,乃是在于圣灵在我们灵里亲自的同在和活动,担保器皿里的光不会暗淡,若是需要,可以点着到深夜。 再者,这不完全是个人的事。如下节,福五十九,确实指明的,这是我们与其他基督徒相互依赖所共享的事。 因为要被圣灵充满。按这节的上下文看,不仅仅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有些人也许知道,独唱很容易,但要在四部合唱,甚或二部合唱中唱的和谐和拍就难多了。 但这个在灵里合一的信息,乃是以福所书第二段的中心,见四三,十五到十六。那灵的丰满,使我们在宝座前一同唱新歌,起十四三。 我要回到我们主要的重点,再重复地说,鱼桌与聪明的分别,只依据这一点,你若是聪明的,就会早些寻求这丰满,但你若是鱼桌的,就会拖延到后来。 我们有些人是做父母,有儿女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儿女在性情上大有不同。一个会立刻顺从,另一个会借着拖延而逃避。 若确实有这情形,而你不够刚强,让他有漏洞可逃,那么那拖延的事实上就是聪明的,因为他只要拖延,终于就不用做什么。 但你的话若是算得数的,你的命令若不能规避,最终必须顺从,那么那直截了当就顺从的,当然是叫聪明的。 要清楚神的旨意。 神的话若能不算数,那么你想要逃避其含义,也许就不是鱼桌的,但神若是不改变的神,有不改变的旨意,那就要做聪明人,要爱惜光阴。 最重要的是要寻求在器皿里有额外游的供应,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39,这比喻没有答复我们所有的问题。 鱼桌的如何买游?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 神要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至终将他所有的儿女都带到成熟。 这不是我们所关切的。 我们在这里所关切的是出熟的果子。 我们是受催促要往前,而不是推测若不往前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你无法借着躲避而免去达到成熟或者避免付出达到成熟的代价。 但智慧是连于时间。 智慧的人爱惜光阴。 正如我的自来水笔现在是装满的,在我手边随时可用。 照样,智慧的人乃是与主合作,将神所要的给他,做何用的器皿,随时供他使用。 看看使徒保罗。 他热切如焚。 他看见了神对我们的定制,细于日期满足的时候。 一时。 他是一个安息于后来的世代所要完全显现的救恩。 而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二七,一十二。 有见于此,他做什么? 他行。 他不仅行,他也跑,所以我奔跑,不向无定向的,临前九二十六,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肥三十四。 当人领会属灵的事,开始跟随主往前时,我心中常觉得,哦,但愿他们早五年看见这事,即使我们在往前,时间也是如此短促,所以需要这样的迫切。 要记得,这不是我们得着什么的问题,乃是现在主必须得着什么的问题。 今天主需要得着预备好的器皿。 为什么?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福五十六。 今天一般基督徒中间的情况是急迫的。 但愿我们能看见这点。 主也许必须彻底对付我们。 保罗被迫说,我如同未到产妻而生的人一般,临前十五八。 他经过了重大的关口,将他带到当时他所到的地步但他仍然竭力奔跑。 这总是时间的问题。 神也许必须在我们身上很快地做一些事,把时间缩短,但他必须做那么多。 愿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然后愿我们做那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的人,不只行走,更是奔跑。 福一十八,五十七。 主总是爱迫切的人。 第三章战,你们要靠着主,以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束腰,遮胸,斜穿在脚上,拿着藤牌,头盔,宝剑,祷告警醒,六十,十一,十三到十八。 基督徒的经历开始于坐,而引到行,但不是结束于这二者。 每位基督徒也必须学习站。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预备好征战。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地上这里行事配得过他,但我们也必须知道如何在仇敌面前站住。 如今在以福所书第三段,我们面对的是征战的是,六十到二十。 这就是保罗所称我们与恶魔的摔跤,但让我们先再次提醒自己,以福所书向我们臣名这些事的次序。 乃是坐行站,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能盼望进入历代的征战,而不先学习安息于基督和他所做成的事,并借着里面圣灵的力量,在地上这里,在实际,圣别的生活中跟随他。 基督徒若以上在任何一面有缺陷,所有关于属灵征战的事,对他都只是谈论,他绝不会认识其实迹。 撒旦能对他置之不理,因为他算不得什么。 但同样的基督徒,若先认识主被高举的价值,然后认识他内住的价值,就能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比较六十与一十九,三十六。 这两个功课真正好好的学会了,他才开始领略基督徒生活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战字所包括的。 神有一个主要的仇敌,在他的权势之下,有无数的鬼和堕落的天使,设法用邪恶侵略世界,并且将神从他自己的国排除。 这就是以辅索六章十二节的含义。 这也是我们周围发生之事的解释。 我们只看见属血气的在反对我们,只看见敌对的君王、首领、罪人、和恶人所组成的世界系统。 但保罗说,不,我们不是与这些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简单地说,就是与魔鬼自己的诡计征战。 这里有两个宝座在征战。 神在要求得着对地的管制权,撒旦在设法篡夺神的权柄。 赵会蒙照要把撒旦从他现在的范围驱逐出去,使基督成为万有的头。 在这世上,我们要做什么? 说到这件征战的事。 我首先要一般地说到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然后比较专一地说到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撒旦对神的儿女有许多直接的攻击,当然我们不可将那些因着自己破坏神的律所引起的难处归咎于我们。 现在我们该知道如何对付那些。 但是对于那恶者对圣徒身体和心思的攻击,我们必须郑重地对付。 当然,还有仇敌对我们属灵生命攻击的事,是我们少有人不知道的。 我们要毫不反抗地让这些攻击过去吗? 我们由于主同在天上的地位,我们也学习如何在世人面前与主同行,但我们如何在这敌人,就是他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面前自处。 神的话是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原文十一节的站住抵挡,真正的意义是守住你的立场,神这命令里隐藏着宝贵的真理。 这里不是吩咐我们侵略外国的领土。 按现代的说法,征战总是韩式前进。 军队要进入别的国家,占领并征服。 但神没有吩咐我们做这样的事。 我们不是前进,乃是站住,站自韩式仇敌所征的立场,其实是神的,所以也是我们的。 我们无需挣扎,以在其上的着立足点。 以福所书所描述一切征战的武器,几乎纯是防御的。 甚至宝剑,除了用以攻击,也可用以防御。 防御战和攻击战的不同是这样,在前者我得着了立场,只设法守住他,而在后者我还没有得着立场,正在征战以得着他。 这正是主耶稣所从事的征战,和我们所从事的征战之间的不同。 祂的是攻击的,我们的在本质上是防御的。 祂与撒旦征战,围绕得着胜利。 借着十字架,祂将征战带到阴府门口,把撒旦所掳掠的从那里掳掠出来,四八到九。 今天我们与撒旦征战,不过维持并巩固基督已经得着的胜利。 借着复活,神宣告他的儿子胜过了整个黑暗的范围,并且将基督赢得的立场赐给了我们。 我们无需征战以得着他。 我们只需抵挡一切的挑战者,来持守他。 我们的工作是持守的工作,不是攻击的工作。 这不是前进的事,乃是范围基督之范围的事。 在耶稣基督的人位里,神已经得胜了。 他已将他的得胜赐给我们持守。 在基督的范围里,仇敌的失败已经是事实,教会已被放在基督里, 好使仇敌留在失败里。 撒旦必须努力反击,将我们从那范围逐出。 对我们这面说,我们无需挣扎,已战有那已经是我们的立场。 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得胜者并且得胜有余,罗巴三十七。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站住。 因此今天我们不是为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根据得胜而征战。 我们征战,不是去取得胜利,我们征战,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 得胜者是那些安息在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得胜里的人。 你若征战要得胜,那你开头就战败了。 假定撒旦开始在你家中,或你的事业上攻击你。 难处增加,误会丛生。 你无法应付,也无法逃避,这种情况威胁你,要把你压倒。 你多日祷告,进食,挣扎并抵挡,但没有事情发生。 为什么? 你想要征战以得胜,但这样做,乃是将你所有的立场交给仇敌。 因为得胜对你仍然是遥远的事,是在你前面而你无法达到的。 我自己曾在这样的情况里,神使我想起铁撒罗尼加后书,关于那不法者的话,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二八。 就想,要把他打败只需要主的一口气,而我在这里还想要掀起暴风。 撒旦岂不是一次而永远的失败了吗? 那么这胜利也已经赢得了。 只有那些做的人才能战。 我们战的能力,和行的能力一样,乃是在于我们首先得以与基督同坐。 基督徒的行和征战,力量同样源自他与基督同坐的地位。 他若不是坐在神面前,就不能盼望站在仇敌面前。 撒旦主要的目的不是使我们犯罪, 乃是使我们离开主把我们所带到完全得胜的立场, 借此就使我们很容易犯罪。 他透过我们的头脑或我们的心, 透过我们的智力或感觉, 攻击我们在基督里的安息, 或我们在纳灵里的行事。 但围着他攻击的每一点, 神都提供防御的军装, 就是头盔,胸牌,腰带,鞋子, 此外还有信心的藤牌,灭尽他的火箭。 信心说,基督已被高举。 信心说,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得救。 信心说,我们借着他得以救进神。 信心说,他借着他的灵柱在我们里面。 见福一二十,二八,三十二,十七。 因为得胜是他的,所以得胜是我们的。 但愿我们不是要去得着胜利, 只要维持胜利, 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仇敌完全溃败。 我们不可求主使我们能胜过仇敌, 甚至也不可仰望他得胜, 却要赞美他, 因为他已经这样做成了, 他是得胜者。 这完全是在于相信他。 我们若信主, 就不会祷告这么多, 却要更多赞美他。 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越简单, 越清楚,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就会越少祷告, 越多赞美。 让我再说,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得胜者。 既是如此, 我们若紧紧围着得胜祷告, 除非这祷告满带着赞美, 显然就必定因着丢弃我们基本的地位而失败。 让我问你, 你曾经历失败吗? 你在盼望有一天会够刚强以致得胜吗? 那么我要为你祷告, 像使徒保罗为以福所书的读者祷告那样。 就是愿神重新开你的眼睛, 看见你自己是与他同坐, 而他已经坐下,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一二十到二十一。 你周围的难处也许没有改变, 狮子也许和从前一样大声吼叫, 但你不再需要盼望得胜。 在基督耶稣里, 你就是战场上的得胜者, 在他的名里, 但这还不是一切, 以福所六章所说的, 不只是我们个人征战的一面, 也是关系到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就是讲明福音的奥秘, 关于这奥秘, 保罗已经说了许多, 见三一到十三。 为此, 神现在以他话语的宝剑, 及其伴随的武器祷告, 来装备我们,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再次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找口才, 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讲论, 六十七到二十。 关于在我们为神做公一面的征战, 我要多说一些, 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会有难处。 的确, 一面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坐下,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并且万有已经扶在他的脚下, 一二十一到二十二。 很清楚, 在这完全得胜的光中, 我们凡是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 常常感谢, 五二十, 另一。 但另一面,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扶他。 如保罗所说的, 仍然有天空属灵器的恶魔, 就是这世界管辖者背后黑暗, 邪恶的权势, 在霸占那应当属他的领土。 我们称这为防御的战争, 到底正确到什么地步? 我们不愿做错误的假定。 所以, 我们占有那在外表上是属仇敌的领土, 并在主耶稣的名里持守他, 这到底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形下才是正当的? 让我们拿神的道来帮助我们。 关于在这名里祷告并行动, 圣经怎样告诉我们? 首先看以下两段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聚会, 那里就有我, 太十八十八到二十, 另一, 到那日, 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 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救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到那日, 你们要在我的名里祈求, 约十六二十三到二十四, 二十六, 另一, 没有人能不认识耶稣的名而得救, 也没有人能不认识那名的权柄, 而有效地被神使用。 使徒保罗指明, 耶稣在以上经文里所说的名, 不仅仅是他生活在人中间时为人所知的名。 当然, 这与他为人的名相同, 但这名如今包含了他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以后, 神所赐给他的称号和权柄, 肥二六到十。 这是他受苦的结果, 这名乃是他得高举和荣耀的名, 今天我们就是在这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里聚集并祈求神。 这区别不是只有保罗说过, 耶稣自己在以上所引的第二段话也已经说过, 向来你们没有求什么, 到那日, 你们要祈求, 约十六二十四, 二十六。 对于门徒, 那日将与二十二节的现在大不相同。 有一样是他们现在所没有。 那日将要得着的, 他们得着了就会使用。 那就是他的名所带着的权柄, 我们的眼睛必须得开启, 看见借着主的升天所完成的大改变。 耶稣的名的确证实, 宝座上的那位与拿撒勒的木匠就是一, 但这名所包含的更多。 他如今代表神所赐给他的能力和管制权, 在这能力和管制权跟前, 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无不屈膝。 甚至犹太首领也承认, 仅仅在一个名里就能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所以他们询问门徒关于瘸腿的人怎样的医治时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在谁的名里, 做这事呢? 图四七, 另一。 今天这名告诉我们, 神已将一切的权柄托付他的儿子, 所以在这名里有能力。 但是不仅如此, 我们还必须留意, 圣经里一再说到在这名里, 也就是说, 要留意使徒们如何实际地使用这名。 不仅他有这样的名, 我们也要使用这名。 主耶稣在地上没了的谈话中, 有三段话他重复地说, 在我的名里求, 鉴约十四十三, 十四, 十五十六, 十六二十三到二十六, 另一。 他已将这权柄放在我们手中, 给我们使用。 这名不仅是他的, 也是在人间所赐下的, 图四十二。 我们若不知道我们有分于这名, 就要受很大的亏损。 他名的能力在三方面运行。 在我们的传讲里, 这名有拯救人的功效, 图四十到十二, 使人的罪得赦免, 并使人得洁净, 被称义, 并成圣归神, 路二四四十七。 图十四十三, 临前六十一。 在我们的征战里, 这名是有大能的, 能抵挡, 捆绑并制服撒旦的权势, 可十六十七, 路十十七到十九, 图十六十八。 并且, 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 在我们的祈求中, 这名向着神是有功效的, 因为圣经两次告诉我们, 你们无论求什么, 又两次告诉我们, 你们若求什么, 约十四十三, 十四, 十五十六, 十六二十三。 面对这些挑战性的话, 我们真要前进地赞叹说, 主, 你的胆量何其大, 神这样将自己托付他的仆人, 的确是重大的事。 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的三件事, 来进一步说明这事, 彼得说, 我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 叫你起来行走, 三六, 另一, 保罗转身对那鬼说, 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十六十八, 另一, 有几个赶鬼的,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 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赤令你们出来。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十九十三, 十五, 先看彼得在殿门口如何对待那个瘸腿的人。 他没有先跪下祷告, 求问主的心意。 他立刻说, 叫你起来行走, 他使用主的名, 好像使用他自己的名一样, 这名并非远在天上。 保罗在腓利比也是一样。 他在灵里觉得撒旦的活动太好, 太过分了。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于是他停下来祷告。 不, 因为他是真实的行在神面前, 所以他作为这名的保管者, 就能立即采取行动, 似乎能力就在他自己里面一样。 他吩咐, 那鬼当时就逃跑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神将他自己托付人的例子。 神已将自己托付他的仆人, 当他们在这名里采取行动, 神就借着他们行动。 至于他的仆人, 他们做什么? 很清楚, 他们没有凭自己做什么, 他们只是使用这名。 同样也很清楚, 没有别的名, 无论是他们自己或其他使徒的名, 会有同样的功效。 凡所发生的事, 都是因着主耶稣之名的冲击力, 他们乃是被授权来使用这名。 神是注视他在荣耀里的儿子, 不是注视在地上的我们。 因为他看见我们与他同坐在那里, 他的名和他的权柄就能在这里托付给我们。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证来说明这是。 不久以前, 我的同工差人向我要一笔钱。 我读了他的信, 就将他所要的预备好, 并将那笔钱交给信差。 我这样做对吗? 是的, 当然对。 那对信有我朋友的签名, 对我那就够了。 还是我应该询问信差的名字, 年龄, 职业, 和籍贯吗? 然后, 可能因为我不赞同他, 就打发他走吗? 不, 绝不, 因为他在我朋友的名里来了, 并且我尊重那名。 神将自己托付人, 神这样将自己托付他的教会, 乃是大事。 他这样做, 就是将最大的能力托付他的众仆人。 这能力所属的那位。 其管制全远超过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福一二十一。 耶稣如今被高举在天上, 他一切拯救人, 对人心说话, 以及为人行恩典神迹的工作, 都是借着他的众仆人在他名里行动所做成的。 因此教会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 耶稣的名事实上是神给教会最大的遗产, 因为无论在那里, 只要神这样的托付生效, 他自己就要为在这名里所做的事负责。 神愿意这样把他自己托付人, 因为他不让自己用其他的方法完成他的工作。 就这一面的意义说, 神若没有将自己托付一个工作, 那工作就不配称为神的工作。 唯有被授权使用他的名, 才算得数。 我们必须能站起来, 并在他的名里说话。 若不然, 我们的工作就缺少属灵的冲击力。 但让我告诉你, 这不是在紧要关头能做出来的事。 这是因着顺从神, 以致认识并维持属灵地位的结果。 这是若要在需要的时候见效, 就必须是我们平常就已经有的。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围着第二句话赞美神。 邪恶的权势承认神的儿子, 福音书给我们许多这事的证据。 但这里还有些与神儿子联合的人, 是阴间也认得的。 问题是, 神能这样将他自己托付你吗? 让我再举例说明。 若某件事是在我的名里做的, 意思就是在某种条件下, 我将我的名给另一人使用, 然后我就预备好, 为他用我的名所做的负责。 这就好像我将我的支票簿和我的图章给人。 当然, 我若是个穷人, 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也没有银行存款, 我的名就无足轻重。 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 常喜欢把我的印章盖在各处, 书本上, 稿件上, 和任何手边的东西上。 但我初次有了支票簿和银行存款在邮局里的14元, 我使用个人的印章, 就变得非常谨慎, 因为怕别人伪造使用它。 我的名对我就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有能, 何等富有。 他的名对他是何等宝贵。 所以, 他若要对每件在他名里所发生的事负责, 他对那名如何被使用, 就必须何等谨慎。 我再问你, 神能将自己他的银行存款, 他的支票簿, 他的图章托付你吗? 这问题必须先解决。 唯有这样, 你才能自由使用他的名。 唯有这样, 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然后, 因着他托付你的实际, 你就能做他真实的代表, 在这世上行动。 那是与他联合的结果, 我们是否与主这样的联合, 使他愿意这样将自己托付于我们所做的。 我们似乎常常要冒大险, 不如一种情况, 必须有神的应许支持我们。 问题是, 神要神能支持我们吗? 神能将自己完全托付上去的工作, 有四个基本的特点, 我要简略地概述如下, 第一个要紧的, 是神永远的目的需要向我们的新真实启示出来。 没有这个,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若有分于一座建筑物的建造。 即使我只是个非技术工人, 我也必须知道, 这里在盖的是车库, 飞机库, 还是供电。 我必须知道计划是什么, 否则我就无法做聪明的工人。 今天传福音被大多数的基督徒认为是神的工作, 但传福音绝不能是一件与别的毫不相干的事, 他必须与神的整个计划相连, 因为他事实上乃是达到目的的方法。 那目的是使神的儿子居首位, 传福音就是带进神的众子, 使神的儿子能在其中居首位。 在保罗的时代, 每位信徒与神永远的目的都有特别的关系, 特别见福四十一到十六。 今天我们也该是如此。 神的眼目正转向他要来的国度。 我们所知道组织的基督教, 不久就要让位给别的事物基督主宰的管理。 但正如所罗门的国一样, 如今也要先有由大卫掌权所代表属灵征战的时期。 神正寻找今天在这预备的征战中与他合作的人。 这是我的目的与神永远的目的联合的问题。 凡不是这样与神永远目的联合的基督徒工作, 都是琐碎、不相干的, 最终不能达到什么。 我们必须向神寻求, 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的心启示他旨意所预定的, 见一九到十二。 然后我们要自问, 我们要回去做的工作与这有直接的关系吗? 这个确定了, 一切日常引导的小问题都必自动解决。 第二, 所有在神墓的中会有功效的工作, 都必须是神所设计的。 我们若计划了工作, 然后求神祝福这工作。 我们就不可期望神将自己托付于这工作。 神的明觉不能是橡皮印章, 授权给我们所设计的工作。 的确, 在这样的工作上也许有祝福, 但那是局部的, 不是丰满的。 那样的工作不可能在他的名里, 其中只有我们的名。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约五三十。 在使徒行传里, 我们常看见圣灵的禁止。 我们在十六章读到, 圣灵如何禁止保罗和同他一起的人在亚西亚讲道, 再者, 耶稣的灵不许, 六到七。 但这卷书是圣灵行动的书, 不是他不动的书。 我们常常以为实际的做才是要紧的。 我们必须学习不做的功课, 就是学习为他保持安静。 我们必须学习, 神若不动, 我们就不敢动。 我们学会了这个, 他才能安心地拆遣我们前去为他说话。 所以, 在我那一分工作的范围里, 我必须对神的旨意有所认识。 工作只该起始于这认识。 一切真实基督徒工作不变的原则乃是, 起初神, 第三, 一切工作要有功效, 就必须不断地单单依靠神的能力。 能力是什么? 我们常随便使用这词。 我们说一个人讲道很有能力, 但我们必须自问, 他在使用什么能力? 是属灵的能力, 还是天然的能力? 今天在侍奉神上, 天然的能力得着太多的地位。 我们必须学习, 即使是神起始的工作, 若我们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完成, 神也绝不会将自己托付于其中。 你问我, 我所说天然的能力是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 就是我们没有神的帮助也能做的。 我们请某人负责组织某一件工作策划福音运动或某种基督徒活动因为他天生是善于组织者。 但若是如此, 要他祷告会有多难? 他若惯于倚靠他天然的恩赐, 也许就不觉得需要呼吁神。 我们众人的难处, 就是有许多事我们不必倚靠神就能做。 我们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 虽然我们天然也许有恩赐, 但我们不敢说什么, 除非我们感觉自己是不断地在倚靠他。 斯提反描述摩西, 受了埃及人的教育以后, 是个说话形式, 都有才能的人, 图切二十二。 但神对付了他以后, 摩西必须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捉口奔舌的, 初四十。 一个天生的演说家, 到一个地步说我不会说话, 他就学会了基本的功课, 并在真正为神使用的路上。 这发现不只是过一个重要的观, 也是一生之久的过程, 二者必然都包含在路加所说的奉主耶稣的名授禁里, 图八十六、十九五。 这话指出, 每位初信者, 都需要对基督的死而复活与他整个天然人的关系, 有基本的认识。 在我们与神的历史中, 我们无论如何, 都必须经历他的手使我们瘸腿的那一摸, 使我们天然的力量衰弱, 以致我们单单在基督里, 在复活生命的立场上站住, 在这里死就不再有任何权势。 此后这范围继续扩展, 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更多被带到十字架的工作之下。 这条路虽然代价很高, 却是神通往结果累累之生命和执事确定的路, 因为唯有如此, 神才能得着他所要的立场, 好使他能做我们在他儿子之名里所行之事的后盾。 今天在神的工作里, 事情常被组织起来, 以致我们不需要倚靠神。 但主对这一类工作的判决是绝不妥协的,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约十五五。 人离开神而能做的这类工作, 都是草木和楷, 火的试验要将它证明出来。 神的工作只能用神的能力做, 这能力唯独在主耶稣里才能得着。 在他里面, 在十字架复活的那一面, 这能力就能供我们取用。 这就是说, 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 全然诚实地呼喊, 我不会说话, 我们就发现神在说话。 我们的工作到了尽头, 他的工作就起头。 因此, 来日的火和今日的十字架, 乃是成就同样的事。 今日经不起十字架的, 以后也不能经过火。 我用我的能力所做的工作, 若被带到死地, 有多少能从坟墓里出来? 没有。 除了完全在基督里属呼神的, 没有什么经过十字架之后还存在, 神从不要求我们做任何我们所能做的事。 他要我们过我们绝不能过的生活, 做我们绝不能做的工作。 然而, 因着他的恩典, 我们在这样生活, 工作。 我们所过的生活, 是基督在神的能力里所过的生活, 我们所做的工作, 乃是基督借着我们, 凭着我们顺从的圣灵而完成的工作。 己是这生活和这工作唯一的障碍。 愿我们个人从心里祷告, 主啊, 对付我, 最后, 一切神所能将他自己托付上去的工作, 目的和目标必是他的荣耀。 这就是说, 我们没有从其中为自己得着什么。 我们从这样的工作得着个人的满足越少, 他对神真实的价值就越大, 这是神圣的原则。 在神的工作里, 人的荣耀没有地位。 的确, 任何带给他喜悦, 并开启他工作之门的侍奉, 都有深刻, 宝贵的喜乐, 但那喜乐的根据是他的荣耀, 不是人的荣耀。 一切都要是他恩典的荣耀的著称赞, 福一六, 十二, 十四。 这些问题在我们与神之间真实解决了, 神就要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 我确信他会允许我们说, 他必须这样做。 我们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学知, 我们的工作若不能确定是出于神的, 那么我们必然发现, 神不愿答应与这工作有关的祷告。 但工作若完全是出于他的, 他就要奇妙地把他自己托付上去。 然后在对他绝对的顺从里, 你就能使用他的名, 而整个音符都要承认你这样做的权柄。 神将自己托付于一件事, 他就出来用能力证明他在其中, 并且他自己就是这世的创始者。 以利亚的神, 让我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做结束。 我们的工作开始数年以后, 我们进入了严重的试炼时期。 那是失望, 近乎绝望的日子。 为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受了许多批评和侮辱, 甚至一些主的真子民, 也对我们冷漠和疏远。 我们诚实地面对并查验别人对我们的指控。 因为对于批评, 我们总得严肃地接受并查验, 不能只是说哦。 他只是在批评我, 就了事。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主与我们同在, 因为当特别艰难的一年进尾声时, 我们能算出在那段期间, 他赐给了我们好几百位真正悔改得救的人。 然后, 到了年底, 似乎达到了高峰。 我们几年来的习惯, 是在每年新年假期, 为全省各处的信徒在城里举行大会。 这年大会主办人要求我不要参加。 这个要求对我们是个打击。 我现在领悟, 这是那恶者企图将我和我的弟兄们, 拖出我们在基督里安息的立场。 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反应。 新年假期是长假, 持续整整15天, 除了是大会的适当时期以外, 也是传福音的最好时间。 我们寻求主的执意以后, 就清楚他要我们用这段时间传福音, 所以我计划带着五位弟兄, 到中国南海一个岛上不到15天。 最后一刻, 另一位青年弟兄, 在后闻我要称他为吴弟兄加入此行。 他只有16岁, 曾被学校隔除, 但他最近刚重生, 生活上有显著的改变。 并且他非常渴望来, 所以我有些愁躇以后, 同意带着他。 这样我们共有7人。 这是个相当大的岛, 主要的大村落有6000户。 我的一位老同学是村里学校的校长, 我预先写信给他, 请他安排一个房间, 让我们在正月初1到15日这段停留期间可以居住。 然而, 我们到达时, 天已经晚了。 他发现我们为传福音而来, 就拒绝我们住宿。 所以我们便村寻找住宿的地方, 直到最后, 一家药材店同情我们, 并收留我们, 我们就住在他们的阁楼。 相当舒适地睡在铺板和稻草上。 不久, 这药材店的老板成了头一位悔改的人。 但虽然我们有条有理的努力工作, 并且发掘村子里的人极有礼貌, 然而我们在岛上的着的果子很少, 我们就开始稀奇这是为什么。 正月初9日, 我们在外面步道。 吴弟兄同另外几位在村里的一个地方, 忽然公开地问, 为什么你们没有人要信? 群众中立刻有人回答, 我们有神一位神大王, 他从不失误。 他是灵验的神, 吴弟兄问, 你们怎么知道你们能信靠他? 回答说, 我们286年来, 每年正月举行节日游行。 所选的日子是预先靠不挂显示的, 每年都不会失误, 他的日子都是好天, 没有雨也没有云, 今年什么时候游行, 定于正月11日早晨8点, 吴弟兄即兴地说, 那么, 我向你们保证, 11日一定会下雨, 从群众中立刻爆出喊声, 那就够了。 我们不要再听不到了。 11日若有雨, 那么你们的神就是神, 这事发生时, 我在村里别的地方。 我一听到这事, 就知道这事极其严重。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 不久两万多人就会知道这事。 我们怎么办? 我们立刻停止我们的步道, 全心祷告。 若是我们越过了自己的限度, 我们求主赦免我们。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迫切极了。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是否犯了可怕的错误, 或者我们敢求神行神迹呢? 你越要祷告从神德答应, 你就越渴望和他弄清楚。 交通必须没有疑问, 没有阴影。 你的信心若够得上, 你就能与他有所争论, 否则就不能。 我们若做了错事, 被逐出也不在意。 毕竟, 你不能将神拖进违反他旨意的事理。 但我们想, 这就等于说福音的见证在那岛上完了, 大王就要永远统治下去。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现在该离开吗? 到那时为止, 我们很怕为下雨祷告。 然后, 有话像闪电一样临到我, 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王下24。 这话来得这样清楚, 有力, 我知道那是从神来的。 我很有信心地向弟兄们宣告, 我得了答应。 11日主会降雨, 我们一同感谢他, 然后我们七个人, 满了赞美, 一同出去, 并告诉每个人。 我们能在主的名里接受魔鬼的挑战, 并且我们要叫人知道, 我们接受魔鬼的挑战。 当晚那药材店的老板提出两点非常率直的评论。 他说, 毫无疑问, 大王是灵验的神。 魔鬼与那偶像同在。 他们相信他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然, 你们也该接受较理性的解释, 这里全村都是渔民, 这些人一连两三个月在海上, 15日他们要再出去。 他们所有的人凭着长久的经验, 两三天前就知道天不会下雨。 这搅扰了我们。 我们玩岛的时候, 又开始围着下雨祷告。 那时主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责备, 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我们要在这争战中凭自己打出路来, 或者我们要安息在基督所完成的得胜礼。 以利沙说那些话的时候做了什么? 她要在自己个人的经历中, 行如今在荣耀里的主人以利亚曾行过的神迹。 用新约的说法, 她是借着信, 站立在已完成之工作的立场上, 我们再次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说, 主, 我们不要下雨, 直到11日早晨, 我们去睡觉, 次日, 10日, 早晨, 我们出发到临近的岛步道一天。 主非常有恩典, 那天有三家人转向她, 公开承认她, 并烧毁他们的偶像。 我们回来得很晚, 虽然疲倦, 却很喜乐。 我们第二天可以睡得很晚。 第二天, 从阁楼唯一的窗户射进来的阳光, 把我照醒了。 我说, 没有下雨, 时间已经过了七点。 我起来, 跪下祷告。 我说, 主, 请降下雨来, 但那句话再次在我耳中响起, 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我谦卑下来, 在神面前安静走下楼来。 我们坐下吃早餐, 我们一共八人, 包括接待我们的主人, 大家都非常安静。 天空无云, 但我们知道神要负责。 我们在食物跟前低头注谢时, 我说, 我想时候到了。 现在必须下雨了。 我们求主纪念, 我们安静地祷告, 这次主的答复来到, 其中毫无责备之意, 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 甚至在我们说阿门之前。 我们就听见瓦上树滴雨声。 我们吃饭, 剩第二碗时, 就有稳定的阵雨。 我说, 让我们在线上感谢, 于是我们求神下更大的雨。 我们开始吃第二碗饭时, 雨就倾盆而降。 我们吃完的时候, 外面街上的水 已经很深了, 房门口的三层台阶也被淹没了。 不久, 我们听见了村里所发生的事。 刚下雨时, 较年轻的一辈有数位 已经开始公开说, 有神, 不再有大王。 他被雨困住出不来了, 但大王没有被困住。 他们用轿子把他抬出来了。 他必然会使震雨停止。 接着下了轻盆大雨。 只走了十或十二码, 教夫有三人跌倒了。 轿子倒了, 大王也随之倒下, 头跌扭了, 左手臂也断了。 他们仍然很坚定, 急忙将大王修好, 放回轿中。 他们又跌又滑, 总算连拖带台, 在村子里转了一半的路。 然后洪水打败了他们。 一些村里的前辈, 六十到八十岁的老人, 光着头, 又没有带伞, 因他们信大王会给好天气, 就跌倒了, 并且跌得很重。 游行停止了, 偶像被抬进房子里。 他们补挂, 答案是, 今天的日子错了, 节日要在十四日, 游行在晚上六点, 我们听见这事, 心里立刻确信, 十四日神要降雨, 我们去祷告, 主, 十四日下午六点降下雨来, 在那时以前给我们四天晴天, 那天下午天放晴了, 人就好好地听福音。 那短短的三天里, 在岛上那村子里, 主给了我们三十多位真正悔改得救的人。 十四日到了, 又是晴天, 我们也有美好的聚会。 将近傍晚的时候我们聚集, 在指定的时候, 我们在安静地把这事带到主面前求祂纪念。 他的答应一点也不迟, 暴雨和洪水像以前一样来到, 次日我们的时候到了, 必须离开。 我们没有再回去, 别的工人要那些倒, 而我们从来不问地盘是谁的。 但对我们而言, 要紧的点是撒旦在那偶像里的权势被击溃了, 那是永远的事。 大王不再是灵验的神。 人的得救会随之而来, 但比起这重大, 不变的事实, 却是次要的。 我们众人的印象是持久的。 神把他自己托付了我们。 我们试过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的权柄, 这名在天上, 地上和音符里都有能力。 在那不多的日子里, 我们认识了我们所说, 在神旨意的中心是什么意思。 这些话对我们不再是模糊或理想的事, 乃是描述我们亲身的经历。 我们已一同得以瞥见他旨意的奥秘, 福一九。 我们今后必定会温顺地往前去。 数年后, 我遇见吴弟兄, 我们曾失去联络, 其间他成了航空驾驶员。 我问他是否仍跟随主, 他说, 尼先生, 你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之后, 我能撇弃他吗? 你看见战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不是想要得着立场, 我们仅仅是站在主耶稣为我们所得着的立场上, 并坚决地拒绝从那里移动。 我们的眼睛真正得开启, 看见基督是得胜的主。 那么我们的赞美就自由且不受限制地涌流出来。 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在他的名里常常感谢, 59到20。 从努力而来的赞美有劳苦, 不和谐的音调, 但因着心里安息在他里面而自然涌出的赞美, 总有纯洁, 甜美的音调。 基督徒的生活由于基督同坐, 凭他而行, 并在他里面站立所组成。 我们借着安息在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里, 开始我们属灵的生活。 那安息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使我们持续, 坚定地行在世界上。 在与黑暗众军激烈征战的末了, 最终我们要在战场上得胜的行列中, 与他站在一起, 愿荣耀归给神, 直到永远。